2019年10月28日,劳荣之在厦门被捕 这是千年七章的命案 这是历经20年的追捕 劳荣之以故意杀人罪,绑架罪,勒索罪 被判出死刑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劳荣之在庭审现场 坚称自己是受害人 说自己没杀过一只鸡,没杀过一只鸭 表示不服依审判决,提出上诉 那么劳荣之到底是被法子英胁迫犯罪 还是同谋犯罪呢 法院已经有多项证据证明 劳荣之是主观恶意而并非胁迫 而且当年长州案还有幸存者证言 证明劳荣之是同谋 劳荣之之所以狡辩 是想给自己洗脱罪名,让自己活下来 其实关于劳荣之到底是同谋还是胁迫犯罪 其实我们只需要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就知道了 法子英在认识劳荣之之前 虽然也蹲过橘子,但是他从未杀人 但为何遇到劳荣之之后开始频频周案 从一个江阳大道蜕变成杀人不眨眼的恶魔 法子英出生于1964年江西九江人 他挚幼不爱读书,就爱打架 所以在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就没有上学了 他常常因为一件小事就跟外面的人打得头破血流 父母拿他没办法,兄弟姐妹也管不住 时间一长就没有人愿意再管法子英了 就任凭他和外面的一些山教九流们一起混 1981年,法子英因犯犯抢劫罪,被判八连 西曼释放后,他并没有感邪归正,依然在黑道上混 在他26岁时,一位媒人把他介绍给了同乡的陈女士 两人结了婚,婚后生下一名女儿 法子英就在几家企业当保安头子维护秩序 收入还算可观 因为他打起架来不要命,非常凶狠 再加上他在狱中的资历 所以大家送给他一个称号,称他为法器哥 直到法子英在一场婚宴上与劳动之相识 致使一位屡魔头与汉匪的犯罪之路开始展开 法子英的前妻曾经评价法子英 他虽然性格偏激,深信凶狠 但是也并未像外界传言的那样毫无人性 的的确去,那时候的法子英虽然劣迹斑翻 还经常打架 但是他从未杀过人,从未犯过命案 他犯的案子的目的也非常明确 就是为了弄钱 但作案的手法非常拙劣和粗暴 要不就是入室抢劫 要不就是上街直接抢劫 把钱抢到了就跑 钱到手就行了,还不至于杀人 但是在认识劳动之之后 在1996年到1999年 短短的三年犯了七条命案 法子英与劳动之交往后 变得杀人如麻 作案过程也变得缜密无比 那为何法子英在认识劳动之之后会发生如此大的变化呢 第一个原因,归根结底是劳动之的贪婪虚荣心在作怪 我们知道劳动之他出生在普通的家庭 但是因为从小长相漂亮 成绩优异,也很多人喜欢他 考师范学校,毕业之后又成为了一名老师 年纪轻轻就进入了体制内 又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 在万人看来,这个人生可以说很励志了 但是劳动之他类型不满足啊 不然当初他也不会毅然决然把这份工作辞了 选择跟着法子英 当时的劳动之是怎么说的 我每个月的工资只有300块 我怎么够花,我要和法子英在一起 我要和他一起去外面赚大钱 也是在遇到法子英之后 让劳动之见识到了外面的花花世界 类型的虚荣心也如藤蔓一样疯狂生长 在与法子英相识时 他就拥有一辆价值上万元的大摩托 时不时的还带着劳动之到处兜风和送他回家 这也让当时的劳动之 类型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 一个19岁的少女 第一次面对一个开口十万闭口十万 出手阔挫的老大哥 也让劳动之对他产生了别样的情愫 劳动之离职之后 跟着法子英从九江到了深圳 深圳的灯红酒绿也让劳动之迷失了双眼 曾经的乖乖吕也露出了贪图享乐的嘴脸 法子英对劳动之也是宠爱有加 任凭他挥霍 两人在深圳过了一段潇洒又奢靡的生活之后 很快就陷入了坐视山空的窘境 只要已经习惯了大手大脚花钱的两人 又怎么能甘于过这种捉襟见肘的生活呢 于是劳动之去酒吧坐台 但是坐台赚来的钱太慢 而且经常输入歌舞厅的劳动之 看着其他小姐妹打扮得花枝招展 而且生活过得极其奢靡 更是刺激了她内心的不平衡 她比别人学历高 比别人漂亮 为什么有钱的不是她 曾经温柔大意的人民教师 在深圳的灯红酒粒的侵蚀下 早已经丢掉了礼毅廉耻 为了钱开始不折手段 她和法子英商量了一个赚快钱的方法 先人跳 先由劳动之坐台引诱有钱人 再由法子英进行绑架勒索 自使两人走上了犯罪之路 劳动之在逃亡的二十年 还是一如既往的依附男人在生活 他周旋在不同的男人身边 在男人身上收刮来的钱 将日子过得非常富足 健身念瑜伽 画画学钢琴 她至始至终都是一个 非常有野心 非常虚荣的女人 当年她利用法子英 实现自己快速致富的人间理想 只不过还没有富起来 就亡命天涯了 第二个原因 法子英对金钱的欲望非常大 在遇到牢笼之后 促使她犯罪的动力 进一步加深 法子英在之前也犯过抢劫罪 在被抓之后 问她原因 为什么你刑满释放之后 还要继续犯罪 法子英回答的也是简洁明了 目的就是为了搞钱 满足自己每个月 一两万的生活开销 法子英在认识劳龙之之后 据法子英的前妻说 她每个月开销 大的惊人 在法子英面前 劳龙之也是充分 展现了对她的崇拜 法子英也诚自信的表示 她就是劳龙之 非常崇拜的英雄 是想哪个男人 不想被自己的女人崇拜呢 一个满腹的爱意如何表达 最直白最露骨的方式就是 想她所想 敢为她做任何事情 但是法子英又没有其他的技能 那怎么办呢 只能靠抢 照理说 在绑架熊某的那一起案件 两人光是现金就抢了20多万 这笔钱在那个年代来说 可以说是一笔巨款了 两人拿着这笔钱 做点小生意 日子也非常富足了 但是他们并没有 很快就将抢来的钱挥霍一空 然后又开始新一轮的犯罪 因为抢劫来钱来的非常快 两个上师底线的人走在一起 互相激发了内心最深沉的恶 无法抑制的贪欲 让两人在犯罪的路上越走越远 如果当年法子英没去参加那场婚礼 没有遇到牢笼支 他最终的结果也不过是成为一番恶霸 远不会像后来蓝阳文明全国 只是因为他遇到了牢笼支 在死之前 法子英还一厢情愿的认为 他是牢笼支的大英雄 只是他不知道 真正的英雄自始至终都是牢笼支他自己